大家好,歡迎收看魔鬼阿諾的頻道 是否覺得胸肌一直練不大呢? 新手有哪些動作是最不該接觸的? 以及我最喜歡哪些胸肌的訓練動作呢? 等一下一次分享給大家 在開始之前先聲明 我所推薦的是我個人喜歡的訓練動作 與訓練效果無關 胸肌訓練有很多動作都很有效果 很多動作我都會下去做 只是在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動作 我會比較常拿來做訓練 那各位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 你個人最喜歡的胸肌訓練有哪些動作 那來開始我們的正題 今天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 最近觀察很多新手 尤其像是高中大學生 急著想要練狀就會上網去查 去效仿很多練比較久 或者是比較厲害的人的訓練課表 一些高階訓練者的訓練課表 除了練法動作多變之外 其實有一些動作跟角度是不適合新手的 甚至有些動作可能看起來很花俏很厲害 就會讓一些人想要去效仿他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畢竟每個人都想要趕快練出好身材嘛 不過就因為急 所以有些人反而忽略了基本功的重要性 而且很多高階訓練者 雖然他們練法看起來很多變 動作五花八門 不過大多還是以基本動作為主 特殊的小角度動作為輔 很多新手可能就會認為他們就是這樣練來的 卻不知道他們過去在背後花了多少努力在建立基本功 導致有些人認為 只要練跟他們一樣的動作 就可以變強變壯 有效果是因為他們的肌肉控制純熟 而新手並沒有這樣子的控制能力 硬是套用高階訓練者的練法 可能不但效果不好 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 根本是浪費時間啦 訓練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只要跟著做就會變得跟對方一樣 你又不是拷貝忍者奇目卡卡西 像是最常見的槓片夾胸推 以及Cable的上胸夾胸 又或者是上胸飛鳥 種類型的動作 基本上都需要相當好的控制能力 所有的訓練技巧都一樣 訓練動作不是照著做就會變好 它當中有非常多的細節 比如說肩關節收穩 手肘外旋等等的 把所有細節都搞懂 把肌肉量先練起來再去做一些進階動作 會來得更好 真心的建議各位新手 按部就班來 可以用史密斯或者是機械式器材 把推的動作先練好 再慢慢加入槓鈴推 再進階到啞鈴推 機械式飛鳥 再到啞鈴飛鳥 最後Cable的飛鳥動作 基本功打好之後 循序漸進的去增加每一個動作的難度 把基本的胸推動作練好練穩 只要你推得好 那才是胸肌練大的關鍵啦 接下來就來一一介紹 我平常最喜歡以及最常拿來練的 胸肌訓練動作 第一個當然就是萬年不敗的 仰臥推舉 以自然的訓練下 大重量訓練是不可或缺的 臥推當然就會作為 胸肌的力量訓練首選 除了訓練胸肌之外 還會訓練到斜動肌 三角肌前術 攻三頭肌 其中還要注意手肘略為外旋 增加背肌以及前鋸肌的張力 算是一個蠻全方位的訓練 也是上半身訓練不可或缺的動作之一 第二個 雅鈴上胸推 除了額外加強上胸之外 雅鈴比起槓鈴需要更好的穩定度 加上兩邊重量是分開的 角度更不受到限制 可以專注更多在胸肌的訓練上 不過也因為雅鈴是兩邊分開 需要更多的角度及肌肉控制 就比較不適合剛接觸健身的新手啦 當然偶爾還是會用槓鈴練上胸 只不過頻率非常的少 以上胸來說個人還是比較偏愛用雅鈴 第三個 機械式上胸推 欸沒錯 又是上胸 主要是胸肌要看起來飽滿 上胸的視覺張力相對重要 而且由於機械式器材軌道是固定的 除了動作比較穩 可以更專注在肌肉訓練上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自由槓訓練結束後 再用機械式器材加強上胸 第四個 下胸飛鳥 這個動作跟雅鈴推一樣 個人建議新手不要太早接觸 畢竟他需要很好的角度控制 以及方向性的問題 還是會建議新手階段先以推的動作 或者是機械式器材為主 至於推的動作有什麼東西可以練到下胸呢? 第五個動作 雙槓撐體 訓練下胸及攻三頭肌非常好的一個動作 除了穩定肩關節肩甲骨 還要注意核心穩定及角度 可以很好的提升整體的肌肉強度 各位應該有發現 我大部分的動作都以推為主 當然偶爾還是會練像雅鈴飛鳥 或者是機械式飛鳥這種動作 只不過個人會把它拿來比較偏向輔助訓練 胸肌要大要飽滿 還是會以推的動作為主 這也是我前面一直所強調的 好啦 簡單的總結一下 基本上每個部位的訓練動作非常多樣化 每一種動作都會去練 動作當然還是會有難易度之分 但只要基本功打得好 要去做一些進階動作 基本上很快就能上手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想看我拍什麼主題呢?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也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